大家好欢迎来到戏图经典 我是法队长 又到了十一国庆 按惯例要聊一部红色经典 其实这个说法并不严谨 好电影不是用颜色区分的 就算是主旋律 内容各方面都无比正确 但拍的不好也是个烂片 今天要聊的这部 就算不上升到民族情怀层面 承用电影技法角度评判 它也是一等一的好作品 谢靖导演在60岁的年纪 用热情与坚持拍出了 华语影史最优秀的战争片 至今无可超越 看完节目 你一定也会同意这个论断 有请高山下的花环 1979年的那场对月自卫反击战 现在未满40岁的朋友 如果不是特别关注留意 应该也没有什么切身记忆 战争爆发时我爸妈还没结婚 1989年冲突结束时我刚七岁 后来官方也没有着意宣传 我的亲身记忆是隔壁邻居家的退伍老兵 临心讲过越南战场的往事 关于这一仗 等会儿到具体情节我再交代 1979年春 济南军区一位叫李存宝的33岁宣传干事 赴云南广西前线采访创作 1982年在十月杂志发表了中篇小说 高山下的花环立刻全网爆红 当时的军旅文艺创作 有一条不成文的红线 可以争论具体战略战术的优劣 但军内人与人的矛盾不能碰 而李存宝大胆突破禁区 执次军内的特权现象 官僚主义历史伤痛等敏感话题 他可不是瞎喷乱黑 人物和事件大多有真实原型之称 批判性与艺术性兼具 刚一发表便有数个大制片厂争夺改编权 最终上海电影制片厂 靠着谢静的黄金招牌胜出 谢导找到老搭档李准搞定剧本 选定演员后 82年春拉着剧组开赴云南边境拍战争戏 那时还处于两军对峙阶段 这大概是世界影史上最真实的片场 最近的时候 越南军队就在一千米开外的山头上 不时枪炮声传来 甚至又被子弹打中的风险 昆明军区还专门派了一位 作战部的副部长当军事顾问 所以高山下的花环里的浮化道 才如此到位 你想想能不到位吗 真正的军人就在不远处的战壕里 说到这儿 你可能以为这是一部拼场面 拼视觉效果的电影 恰恰相反 高山下的花环最出彩的 其实是战役前后的文系 现今用吴玉伦笔的叙事调度 创造了一大堆魅力四射的角色 四十年过去仍然游在眼前 下面咱进入故事慢慢聊 跑字幕的时候 背景是静静助力的连绵青山 然后剪辑马上接战士们如钢似铁的身体特写 类比出强烈的阳钢之气 这里是中国西南步兵119团驻地 三营九连的战士正在河里洗澡 连长梁三喜 长着坚毅的下巴和清澈的眼神 处处透着庄稼人的朴实善良 泡牌牌掌静开来是连里的开心果 业务能力突出心直口快 撞了下块钢板 正跟战友比赛拿大顶 切尽不拘一格 启用了从未演过电影的话剧演员何伟丹刚 来年一举拿下了金鸡百花 双料最佳男配 躲在一边晒太阳的是喜欢写诗的文艺青年段宇国 他也是个娇气的城市兵 你大红那时二十出头 还远没有进化成苏大强 这时四号元柱子跑过来报告 上集已经批准梁三喜的休假申请 妻子韩玉秀眼看要生 他可谓归心似箭 但眼下却一脸愁容 连里的王指导员去军校学习已半年多 位置一直空缺 所以梁三喜想等新的指导员到位后再休假 我军一直实行双手掌制 连长管军事 指导员管政工 上集目前已经指派一名新指导员 明天就到 听说以前在军政治部当摄影干事 有文化水平高 指导个连级政治工作应该小菜一碟 咱们这个新指导员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听说是个有文化人 在军 军政治部当摄影干事 那好 那以后可以天天照相了 第二天 蜿蜒的山区公路上 持过一辆军用吉普车 车上载着一位面色白净的年轻人 走到建门关的石碑下 小伙拿出进口高级相机拍照留念 表情像个轻松的游客 他就是酒连新来的指导员 赵萌生 唐国强老师那时刚满三十岁 因主演南海风云 小花等作品家喻户晓 被叫做奶油小生 有一说一 唐老师这张俊脸放到现在 也是顶流水准 你要是问我妈的意见 唐国强就是中国历史上下五千年 男演员的颜值天花板 从未被超越 可七八十年代的审美风向偏刚性 最受欢迎的是高仓健那种硬汉style 奶油小生四个字 当时可不算什么好词 几乎懂同于小白脸 就是漂亮的脸蛋 价不会演戏 等于奶油小生 唐老师不满足于当大众偶像 一直寻求突破 为了拿到赵萌生这个角色 向谢进苦苦自荐 不出所料 高仓下的花环 成为他生涯最重要的作品之一 一举摘掉了奶油小生的帽子 步入演技派阵营 对赵萌生的到来 梁三喜嘴脸到了耳根子 可想死俺了 通知吹之班长晚上搞几个好菜 为指导员接风 赵萌生不愧是城里的人儿 包里掏出的杯子雪花糕都是稀罕货 他出身捐人之家 老家江西但出生在宜蒙山 所以叫萌生 梁三喜的家乡也在宜蒙山算半个老乡 他俩都是31岁 只是看上去一个林志颖一个郭德纲 可看上去啊 少说 你比我年轻有七八岁 哪里 你确实面嫩 反正你们俩一看便知 坐坐坐 好 一个吃牛奶长大的 一个吃地瓜干子长大的 咱们这些吃地瓜干子长大的 就是一天擦上三面雪花糕 都去不了这个图形味 你一样 你连那个人样子都快变成地瓜了 一点不错 半截缸打地糠 麻袋里边装骨糠 来来来 无论成长经历 还是生活习惯 赵萌生都跟农家子弟兵格格不入 面对梁三喜和静开来的热情招待 有些不好意思 正说着号声响起 正好带赵萌生 见一见九连的战士们 梁三喜先讲了几句热场子 特别说明赵指导员 并非挂职锻炼或体验生活 而是组织上的正式认命 看来这种事以前没少发生 欢迎指导员给大家讲两句 同志们 我水平不高 也没有什么经验 我 我愿意和大家一起 把工作做好 这个 讲完了 赵萌生以前在政治部 以能说会道著称 谁知这次嘴里像塞着个红薯 既没内容也没气势 战士们纷纷窃窃私语 说好的高水平就这 接下来梁三喜带赵萌生 熟悉营地的情况 战食为兵 闲食为农 部队的营养补给尽量自己解决 与其说这个军营 更像个农场 这一切从小手不沾 你的赵萌生都非常的陌生 长夜漫漫 梁三喜和赵萌生 各自行似事睡不着 导演用两段记忆回溯 丰富人物的性格 梁三喜思念结婚三年 但总共没有相处多长时间的 妻子韩玉秀 邮寄的民政局登记的那天 玉秀的娇羞无措 夫妻俩都是木讷寡言之人 但内心很丰富 那时的演员 干净清澈的像雨后的池塘 现在这种气质很难看到了 那你到底是同意不同意 说话呀 你要是不表态 这结婚证 可就不能发了 同意 农村生活物质条件艰苦 梁三喜却如在天堂 想到还有几天便能回乡探亲 嘴上经不住露出微笑 与梁三喜的质朴不同 赵萌生过得那叫一个花红柳绿 赵萌生的媳妇名叫柳兰 靠母亲在军内的关系运作 去军医大学读书 假期里充斥着音乐 舞会聚餐 拿相机给花蝴蝶一样的媳妇猛拍 夫妻俩也是长期分居两地 柳兰受够了这种活寡日子 寻死觅活 求婆婆把萌生赶紧调回城里 以前团级以下的干部禁止跨军区调动 近些年还是不行 但执行层面能钻空子 赵妈妈是老革命 在军中人脉很广 加上有射牛体制 打算来个曲线救儿 你去的那个师的师长 过去当过你爸爸警卫员 你下连队当几个月指导员以后 可以直接从室里调回来 妈 下部队 萌生怎么受得了呢 直线调不成 只有搞曲线调动 萌生啊 这次下部队 好歹耐着性子干几个月 事情就办妥了 妈妈妈碎 怪不得赵萌生一副游客心态 原来并不是自愿扎根基层 而是渡个学历经 随时准备力争上游 而这一切 梁三喜却蒙在鼓里 第二天是常规的 十公里负重越野拉链 细皮耐肉的赵萌生 刚跑了没一半 就腿肚子转筋 这还是柱子帮忙 被自重的情况下 军队是个非常直接的组织 能力强才能服重 真上了战场 没有人愿意跟个软蛋去拼命 战士们虽然嘴上没挑明 但动作和眼神暴露了一切 这个新指导员 是个绣花辣枪头 全脸可能只有文艺青年段宇国 喜欢赵萌生 他们一帮大老粗 您别往心里去 梁三喜可谓给了 新指导员最大限度的优待 让四号兵柱子 把杂活全包了 几乎相当于一个贴身男仆 可妈宝男赵萌生并不感恩 天天盯着月份牌 数天度日 老娘的调铃一到 马上走人 半秒钟都不想多待 周六晚上 广场放霓虹灯下的哨兵 这老电影放了不知多少遍 可连长梁三喜 仍然看得如痴如醉 看着女主春妮 跟丈夫晨喜说情话 满脑子都是远在山东的媳妇 静开来带头起哄 瞧您这点出息 赵萌生没去看电影 躲在宿舍看书 听到战友们回来 熟练的把母亲寄来的零食收起来 静开来提议打扑克 赵萌生从抽屉里拿烟 平时他都抽中华 但怕太高调 在战友面前主动消费降级 抽大钱门 全是丰富性格的细节 甩扑克时 静开来忍不住揭查几对连长 台词和表演 那叫一个自然天成 别看咱们连长这个穷样 他们硬好 看那个俊媳妇 媳妇姓韩 名誉秀 那长得比电影里边 那个春妞还水的 可是比春妞还能干 细牙比春妞还好 你看这一提春妞 咱们连长那个嘴头又合不上来 穿花衣上得多像韩语秀 他们一手革命群众是吧 你说干谁的了 来来来 你说陈晓这小子 他怎么不撒朋友 照着自己 是 春妞多漂亮 你说你摊上多好 对媳妇还闹离婚 要是我摊上那样媳妇 下辈子变牛变麻也值 哪像我那个老婆 大妈得包一个 他都愤愤的倒摇 小华 叫你老婆听见 少不得又得按住她 给她刷上眼 听见怎么着 她重新的就是公社棉药厂的合同工 我敬开来对她每一句话都是 最高指示 敬开来结婚更早 孩子快五岁了 嘴上经常嫌弃妻子杨改花吐气 但却时刻把全家福的照片 放在前胸的口袋里 连长打牌心不在焉 敬开来说着说着竟然恼了 按她的资历早该升任副连长 但由于性格刺头经常喷上级 所以团里怎么也不批准 她干脆要求转业回家 老婆孩子热汤热水乐得逍遥 一夜不欢而散 两三起对敬开来各方面的能力相当认可 业务出众 对战士有感情 倒霉就倒霉在那张臭嘴上 晚上连长去查哨 赵萌生打开妈妈寄来的豪华临时包 同时附带一封信 信上说调动不可操之过急 需要通关的地方很多 让儿子再连队再熬半年 赵萌生看吧 心碎成了饺子馅 指导员的工作包罗万象 搞评比、写总结、战士谈心、精神文明建设 这些都让赵萌生疲于奔命 最让他受不了的是伙食 基本是碳水裹碳水 副食花样太少 每次吃饭都一脸嫌弃 农家子弟最看不得浪费粮食 战士们对这位新指导员的少爷做派相当不满 梁三起虽然淳朴厚道 但并不傻 休假批准之所以迟迟不亏 就是担心赵萌生顶不起来 这小子果然烂泥扶不上墙 快一个月了连里有多少战事都没搞清楚 近看来对梁三起的随进政策相当不满 这不是幼儿园 还要想扶让他回家想去 哪怕他天天用牛奶洗澡 搞定 你要干什么 你疯了 来照顾 咱们还是要照顾 别讲 你照顾他他不照顾你 我都看透了 你就是把心掏出来 你也是留不住人家 人家 你干什么 少说两句 好好好 你就 进开来走后 梁三起拿着媳妇的信陷入沉思 遥想一年前玉秀来军营探亲 那几天就像梦一样 妻子仁美心善 得到战友们的全票好评 拔河比赛时 不小心踩坏了玉秀踩的花 第二天 战士们自发去山上踩花 铺在脸掌的窗前 人与人之间的纯真美好 溢出屏幕 玉秀在信上并没有字面催促 但意思很明白 对赵萌生 梁三起以人之意尽 媳妇眼看要生 也不管了 回宿舍收拾行李 准备回山东 信开来接近了路费与皮鞋 当时连级领导的月工资 60块其实并不低 但三起情况特殊 家里两个哥哥早早去世 几年前父亲重病 再加上半婚室 拉了一屁股饥荒 所以他是全联最节俭的人 常年一身军装 一双胶鞋 牙刷只有八根毛了 还接着用 唯一能带给娃儿的礼物 是战士们用子弹做的波浪鼓 赵萌生那边又收到了母亲的来信 上面带来一条让人震惊的消息 调动之事已见眉目 实力答应着际办理 你一旦接到调令 务必尽快离开连队 据可靠消息 你们军最近将有重大行动 此属绝密 你自己心中有数即可 切莫生长 切莫瞎船 赵萌生立刻到阅览室查报纸 跟军事相关的热点是中越边境冲突 两国地缘关系自古纠缠复杂 日本战败后的十年 中越基本以同盟姿态对抗法国 老美深度卷入越战 中苏都对北越实施援助 这段年间给枪给炮给粮食 中国成了北越抗美的大后方 1969年中苏交恶 南北统一后的越南积极靠拢苏联 越共总书记李笋 与中国逐渐疏远敌对 78年加入了苏联经济互助委员会 还迅速把柬埔寨给一锅端了 同时迫害华侨边境武装挑衅集中爆发 再加上南海领土争端 恩舰事一叠加 1978年底中央军委决定出兵 所谓小朋友不听话要打屁股 我党的习惯是粮草未动 舆论先行 甚然宣传之道的赵萌生 嗅到了火药未到 战事一触即发 调令再不来可就真走不了了 回宿说后 梁三喜满面春风 过来商量休假的事 被赵萌生三言两语一通呛 三喜刚去团里开会 听到了一些传闻 说你要调走吗 这是二人首次比较明显的冲突 这事可能是有人瞎传 不过 你要是真调走的话 这架我再是不休了 要是你没有这个事 那我想明天我 休假不休假 你自己看着办 至于有人议论我 舌头长这么自己嘴上 说什么说什么 反正组织上 还没有把我调走 赵萌生死猪不怕开水烫 从此梁三喜就再没提休假的事 他不放心把酒帘 交到公子哥身上 这下近开来反而急了 直接把车票买回来拍桌上 你明天上午九点半就给我回家 并给还不知道 性别的新生娃娃买了衣服 梁三喜倒是一脸淡然 这架肯定是休不成了 别看他表面大老粗 其实心思细密 最近几天 赵萌生的老娘 几乎天天往师部打电话 为啥这么着急调动呢 肯定军内有大动作 结合报纸上的热搜新闻 不难猜到 西南要打仗了 这时赵萌生刚好回来 躲在门外偷听 近开来发觉后 金刚怒目 火力全开 不几日命令下达到了连部 梁三喜视察了一圈后 平静的说 今晚十二点开拔 与此同时 赵萌生的调令也到达 三喜接到上级的电话 脸都绿了 赵萌生现在面临一个巨大的人生抉择 这场戏迸发出无与伦比的戏剧张力 堪称完美的节奏调度 谢倒牛逼 可是我看准了 你们都是些好同志 你 你就放我走吧 谁是大好同志 你滚 滚 现在你就给我滚蛋 奶奶的 这是青年下放的时候 你们怕下乡 都涌到部队里头来 现在感到吃苦了 又削尖了脑袋 要回大城市 你可以拿着盖着洪云章的调令 你给我滚 我可以想求组织上 再给我派一位指导员来 养兵前日 用兵一时 中国是我的 可也是你的 赵萌生同志 你不会不知道 你身上穿的是军装 现在在你面前就处在一道坎上 前进一步还好说 后退一步 你是个啥 有的是词 你琢磨琢磨 你好好想想吧 中国是我的 也是你的 多么朴实 又质地有伤的台词 卫卑不敢忘忧国 梁三喜没有什么豪言壮语 说的都是毫不复杂的大白话 他没有说出口的几个字 是逃兵 甚至叛徒 国往今来 临阵逃脱 在军中都是头号大忌 赵萌生一旦走了 会立刻射死 不可能再在军队系统里混 这个污点刚硬 必将伴随一辈子 三喜将选择权交给了赵萌生 南下的火车上 赵萌生披着大衣 蜷缩在角落 他虽然娇气 但毕竟出自军人之家 受党教育多年 知道逃兵两个字的分量 战友们表面各忙各的 但内心都如民进一般 他让这么个指导员 真他妈倒霉 近看来的喜怒哀乐 全写在脸上 赵萌生不敢碰触他如电般的目光 本着城前壁后 治病救人的原则 连长梁三喜 还是如常招呼赵萌生吃饭 来了就比没来强 男人的尊严 要在战场上自己争回来 到了前线 众人先视察了一圈边境的情况 越南军队数次过界侵扰 甚至炸了小穴 从山腰上远远望去 早在几年前 就修好了大量的地堡 处心积虑对付中国 这些都让赵萌生吓了一跳 没想到形势如此严峻 近开来见状直接开骂 200亿是指多年援助越南的物资 但实际上远远不止这个数 既然卫威不怀德 那就只能干里凉了 赵萌生抓心挠肝 赵妈妈在后方也急得不行 他也是瘀血奋战的老兵 明白国家有难 军人则无旁贷 但架不住媳妇柳兰哭天抹乐 而且赵萌生是独子宝贝哥的 实在是舍不得 几十年前的抗日战争中 赵妈妈是卫生部的骨干 曾在死人堆里 把军长雷震背出来 妥妥的救命之恩 而儿子目前就在雷震军中 于是想尽办法 把电话打到了前线指挥所 谁知这下 结结实实捅了马蜂窝 雷震绰号雷神爷 以卓越的战绩 与火爆脾气著称 当年文革时 都敢甩帽子跟四人帮叫板 前线部署千头万绪 让人极度的烦躁紧张 不打馋不打懒 专打不长眼 这通电话正好当了出气筒 这天正播放电影《英雄儿女》 落幕后 雷军长上台向全师训话 先来回夺了几步 积聚紧张气氛 老子从军几十年 从没碰到过如此夺夺怪事 走后门走到了我的前线指挥所 下面这番话火力拉满 就差爆赵萌生的身份证了 有那么一位神统广大的贵妇人 了不起啊 很了不起哦 她竟有本事从千里之外 把电话要到我的前线指挥所 我想同志们都会知道的呀 在这种关键时刻 我的电话分分秒秒千金难买呀 她来电话干什么呀 让我关照她的儿子 让我把她的儿子调回后方 把我的指挥所当作交易所了 她奶奶的走后门 竟走到我流血牺牲的战场上 她的儿子 她的儿子何许人言 此人原始军机关的一个干事 眼下就在你们室 某年当指导员 我不管她是天老爷的夫人 还是地老爷的太太 谁敢把后门走到战场上 我偏要她的儿子 第一个扛着炸药包 去炸药包 所有人都知道 军长甩帽子的严重程度 也都明白他说的是谁 张萌生臊得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自此赵萌生成了九连的王连举 王连举是金剧样本戏《红灯记》里的大反派 乃叛徒的代名词 在老百姓的心中 跟秦桧汪金卫是一挂的 被群体唾弃排挤 是对人最大的精神酷刑 赵萌生实在受不了千夫所指 拜托梁三喜召集战士们开个会 比起几个月前清汤寡水的指导员讲话 这次赵萌生的战姿像一个临战的野兽 眼神带火 几乎要把心呕出来 角色的成长开始了 我也是个军人 我 我也有人的尊严 从现在起 谁 要是再敢说我赵萌生贪生怕死 我跟他 跟他刺刀剑红 是英雄是高中 咱们真诚的天 赵萌生泄完了火 梁三喜宣布 组织决定任命靳开来为副连长 老靳听到了升官的消息 脸色平静 甚至有些严峻 回到帐篷拿出妻子孩子的照片 想起回家探亲时的快乐时光 梁口子虽然吵吵闹闹 却也甜蜜温馨 副连长是升官 同时意味着更大的责任 安军内不成文的惯例 副连长带尖刀牌冲在最前线 战场无情 能不能活着回去钻媳妇的被窝 可难说 这笔刻画的非常厉害 惧怕死亡是刻在物种基因里的天性 我们的战士也是人 但同时向往崇高 也是人类的精神之光 这两点并不冲突 害怕归害怕 要上阵了 竟开来毫不含糊 副连长副连长 战前赏了我一个送死的官 放心 我会在副连长的位置上 死出个样来的 按惯例 开战前战士们统一替秃突� 一是怕拼白刃时被敌人抓住 二是如果受了伤 方便处理伤口 九连作为尖刀连 上级临时又给送来了15个战斗骨干 其中一个孩子阴气不凡 他不肯说自己的本名 首长就叫我北京吧 初中前 吹石班长准备了饺子 众人围坐一圈开怀倡议 靖开来主动向憋在一旁的赵萌生示好 先前的摩擦 咱就当屁给放了 晚上 梁三喜雨靖开来单独喝二场 全脸数他俩的感情最深 虽然靖开来嘴巴口无遮拦 经常得罪人 但三喜非常欣赏这种刚职 这场酒的主题就是睁着堵枪眼 梁三喜的两个哥哥已经不在了 现在是家里的独苗 靖开来坚决要带尖刀牌冲锋 干了这一杯咱列是陵援剑 回到银杖 三喜提笔给玉秀写信 战场风云变换生死未卜 这很可能是绝笔遗书 满指都是对妻子的愧疚 自从嫁进梁家除了担惊受怕 就是吃苦受累 没有过过一天轻松日子 手上的波朗骨本是年初探亲时给玉秀的 但临走他又掏了出来 约定下次见面时 你亲自送给出生的娃儿 西南天空中的新斗 静静注视着人间的聚散离合 天刚擦亮 战斗打响了 一时间万箭齐发 天震地颤 本片中的炮火场面都是真的 导演谢静趁着部队实弹演习时拍摄 军队给予了剧组很大的支持 力度可能只有后来的大决战系列可比 这场仗是陆军的对决 海空并未参与 九连的任务是全军最艰巨的 要在大部队队前面完成穿插 深入敌赋 为后续部队提供支撑点 入月作战主要有两大困难 一是重篮叠仗的地形和湿热气候 二十月军持续打了几十年的仗 战力并不弱 火军多年缺乏实战暴露出不少问题 片中表现了一点 营部在不摸地形的情况下 要求九连强行军 不得已丢掉了大量物资 新加入的北京年龄不大 却极有战术素养 随身还带着克劳塞维茨的名著 战争论 下面要攻取无名高地和主风 北京提出先扫清前沿雷区 然后到火力点下打埋伏 等辅小时用825尖炮和40火箭筒轰炸暗宝 这俩是连内最主要的远程武器 轰完了冲进战壕进战 高地必可拿下 梁三喜认为计划可行 全联在密林下猫了一宿 近开来又顺便想了想媳妇 赵萌生自入月以来表现积极勇敢 基本摆脱了逃兵的帽子 第二天清晨全联出击 按照北京的战略迅速攻入无名高地 美中不足是四号圆柱子炸断了一条腿 冲进堡垒战士们让眼前的一切气得说不出话 满地的补给粮食弹药 大多写着Made in China 要知道这些都是咱勒紧裤腰带省出来了 吃完了洗就砸锅 越南人玩的溜 也许是憋着火气 下面的战斗九连的战士格外应勇 占领制高点 催枯拉朽扫清了山谷里的杂兵 下面的目标只剩下主风 下面的一大难关是水 越军走的时候在井里下了毒 随身带的水早已喝完 再坚强的意志也得建立在新陈代谢的基础上 战士们一个个倒下如双打的茄子 再没有水不用越南人进攻 就得全军覆没 现在只有一个机会 山脚下有片当地农民种的甘蔗田 但每个人心知肚明 这是犯军纪的 战前上级三令五身 入越要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不准动平民一针一线 可眼看战友们奄奄一息 近开来舍得一身寡 愿意唱这个白脸 院长 我去告他战斗力去 方总 走 去砍肝肠 知道员 有你这话就行了 犯错的事 哪能让你们这些当政治的去干 反正我近开来没有政治头脑已经出了名了 我就不信 奶奶的 二百个亿换不回来他一孔肝肠 一般 八道 跟我来 走 走 所有人都知道战斗力是啥意思 生死一线过不了许多 连长梁三喜只能默许 甘蔗砍得还算顺利 但回城的路上出事了 三班长哭丧着脸报告 副连长坚持走在最前面 结果不信踩中了地雷 驮回阵地很快就不行了 不要了 胖子 让大伙吃甘蔗 战士们吃着劲开来用命换来的甘蔗心情复杂沉重 接下来每个人都拿出了吃奶的劲突击主风 其中有一个暗保尤其难搞 北京建议用825尖炮近距离轰炸 弟弟以前是炮兵小能手保证完成任务 梁三喜思索片刻答应了 立刻给予火力压制 北京和弹药手摸到了距地宝不足百米 扛起825瞄准就射 第一发是臭弹 弹药手赶紧替换 第二发竟然又没响 敌军再也不给机会 一排子弹结结实实扫中了北京的胸膛 当场就没气了 梁三喜疯了一样冲出战壕 拔开炮管子一看恍然大悟 这两发臭弹都是在批林批孔最高潮时出场 这场运动对工农业生产造成了极大破坏 梁三喜罕见的骂了娘 终于找到一颗好弹 亲自上阵轰掉地宝 北京的口头禅是将来要做元帅 可如花朵般芬芳的生命 却永远留在了越南战场上 轰掉地宝战士们一鼓作气 占领主风 可算是能松口气 段宇国甚至失信大发 开始抒发感慨 作为老连长 梁三喜一直很警觉 胜利前的冷枪往往最致命 但不幸还是发生了 昨日人一下子懵了 连长身中树弹 抚面倒下 弹孔慢慢渗出阴红的雪 高山下的花环里 没有传统的煽情场面 死亡大多是悄无声息的 梁三喜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言 便合上了双眼 赵某生的精神彻底崩溃 唐国强全是这场戏时 把剧组吓了一跳 他的眼神已经不是愤怒 而是带着某种变态异味 手上蹭掉一大块肉都浑然不知 真正的物我两望 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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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造员 快 制造员 你叫我 接上一呼 曾经养尊储优的妈宝巨婴男 在学与火的淬炼中 完成了惊人的内心蜕变 胡光之陡峭之扎实 放眼华语音识都非常罕见 争夺主风的战斗结束 赵摩生抱着彼此的决心 冲进山洞中手榴弹 却奇迹般的活下来 只是浑身挂满了伤口 他在连长的上衣口袋里 发现一张手写的欠账单 那是为了给父亲治病 和结婚拉下的饥荒 一笔笔记得清清楚楚 共620元 赵摩生看到这儿又二次崩溃 这个欠账单细节非常重要 是后面一系列叙事的伏笔 当年险些造成电影无法上映 谢进距离力争才没有删掉 因为此情节并非虚构 而是来自作者李存宝的一线调研 实事求是的讲 当时军中许多士兵 的确有欠债的情况 大多来自贫困偏远的革命老区 镜头转到千里之外的宜蒙山 韩玉秀这天砍柴回家 门口很突兀 停着两辆自行车 进门梁大娘已哭成了泪人 玉秀是个聪明人 看到末盘上的信明白了 这八成是传说中的阵王通知书 这时孩子在哭闹 他面无表情走进去安抚 谢进的高明之处 是把悲伤先压住 还不到时候 无名高地之战结束 九连撤回国内论功行赏 赵某生在胸前别着勋章 走过欢庆的人群 脸上没有丝毫兴奋之色 三喜为救他而死 这会成为背负一生的十字架 糟心的事还在后面 九连战士基本都拿了勋章 罪刺也是个三等功 除了副连长近开来 因为他违反了纪律 为此战友们都愤愤不平 赵某生甚至跟银长激勤兑现 银长 你听听连立同志们的意见吧 好 几天后 烈士家属陆续抵达军营 每个人都拿到了勋章 只有队伟的近开来媳妇杨改花 两手空空 当时的人脸皮薄 说严重点 这算是莫大的羞辱 会后杨改花哭着询问 丈夫是不是犯了什么错误 赵某生心如刀绞 为老近证明 他不光没犯错 还是全怜的大救星 说着把胸前的勋章摘下来送上 中国需要他这样说实话 做实事的蒸蒸铁汉 大嫂 大嫂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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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功 不能受伤 大嫂 开来他 确实是英雄 他一个人就炸毁了敌人的两个调宝 是他带领着我们 打推了敌人三次反扑 最后在无名高地上 他是为了我们把活儿去砍干着 我清楚 开来他 救了我们九连 我千青春 大嫂 这个勋章 你一定要收下 要不我们全连都 妈妈 这个奖赞我要 这是爸爸的奖赞 电影的后四十分钟都是文戏 如何让叙事不陷入乏味 导演谢静做了精密的安排 对节奏的把握可谓妙道豪颠 他先交代了一笔韩玉秀和梁大娘 以坐火车到达了云南 但并未转汽车直接去军营 而是选择步行 用这四天的时间交代其他战友 牺牲的北京小伙身份一直不明朗 赵妈妈到达后 宣传干事才揭晓了答案 这小伙竟然是雷军长的亲生儿子 雷凯华 镜头顺势转到雷军长的办公桌 上面有父子的合影和遗物战争论 他正给妻子写家书 老来丧子乃人生之大痛 凯华自小耳濡目染热爱军事 年纪不大 也有相当的理论素养 这次参军用了假名字 倒听得见炮声的最前线 对儿子的选择雷军长没有阻拦 如今阴阳两格 满平是心碎的身影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儿子能为国捐躯 军长同时也感到无上光荣 凯华找到了比他渺小的生命 更伟大的东西 第二天 军长与赵妈妈见面 两个几十年的老战友 没有什么客套 赵妈妈承认 往前线打电话互犊子很不妥 但你也太不讲情面 阴阳怪气 我是什么贵妇人 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宰呢 何况赵萌生还是跟毒苗 雷军长一直陪着小新道歉 但听到这儿不乐意了 你的宰是亲生的 老百姓的宰难道是玉米地里捡来的吗 同学们来欣赏一下 什么叫阵龙发聩的台词 不是我雷震不讲人情 因为我背后有天理 有国法 天下爹娘都一个样 谁不疼爱自己的孩子 像梁三喜近开来这些烈士 也是爹娘生养的 人家都有妻儿老小 难道我们孩子当兵来 只是走过场 该留学牺牲的时候 让老百姓的字体上 这不是共产党 我有个血 打过仗 大姐 共产党的字典里 没有共产两个字 你 妈 赵妈妈被噎得说不出话 但明显心里并不服气 她在战争的年月 无疑是勇敢优秀的战士 原著里有相关细节描述 可以用出生入死来形容 但现在她已忘了来时的路 僵持之际段宇国进来 手上捧着梅勋章 那正是凯华获得的一等功 赵妈妈在一旁听傻了 跟几个月前的赵萌生一样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凯华 不在了 扎打完了 大姐 现在你可以把萌生领走 我签字 这些年 你离开战争 太久了 咱们离开人民 太远了 下面还展现了炸断腿的柱子 普通士兵的爱国情怀 让赵妈妈大受震撼 终于轮到韩玉秀与梁大娘登场 赵萌生去期待之前千叮万主 谁也不许提那张进雪的欠账单 否则纪律处分 赵萌生感到很纳闷 组织上事先已给足了路费 为什么下了火车不转成汽车呢 风餐露宿四天 还带着个孩子图个啥 对此梁大娘只轻描淡写的糖色过去 庄稼人走点路 没什么要紧的 局面跟赵萌生想象的有些不一样 他们二人的脸上情绪很稳定 只有在喂奶时 才露出些遭逢大难的痕迹 自从得知三喜的死讯 玉秀的奶水一直不好 赵萌生一听 立刻去商店掏光了口袋里所有的钱 买了一堆奶粉橘子汁 还拜托店员师傅把进口相机卖掉 价格随便 只求尽快变现 眼里没有闪出一丝留恋 赵萌生应该已经很久 没有拿起这个宝贝疙瘩 见识到人类最刚强最高尚的品格 过去阴歌厌舞的生活 是那么的不值一提 买上把奶粉送去 梁大娘坚持要给钱 被赵萌生死死的摁住 同时带来梁三喜的遗物 等众人都走开 玉秀打开了小包袱 丈夫的一生只留下了这么一点东西 当看到那个子弹做成的波浪鼓再也绷不住 他不是情绪稳定 只是不善于在陌生人面前展现柔软 深夜赵萌生正在写材料 赞宇国报告 说玉秀嫂子失踪了 几个人咔咔一通找 在烈士墓地发现了已哭抽抽的玉秀 青山部与残月当门 积聚多日的悲痛终于掘堤倾泻而出 西南的天空回荡着揪心的哀嚎 半米后的黄土下就埋着最亲爱的丈夫 可他再也说不出一个字 梁大娘知道任何劝导都是苍白的 劝退了赵萌生独自跟媳妇守着三喜 没一会儿雷军长也来看望凯华 他并未透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现在他也只是个同样心碎的普通父亲 梁大娘声明大意 哪的黄土不埋人 三喜为国家为救战友而牺牲 值得 还有几天婆媳俩就要返乡 这几天玉秀磨正了一般 把全联战士的衣服轮圈洗一遍 以后想给同志们洗也洗不成了 梁三喜的欠账单不是个案 军长雷震要求彻底调查 把情况反映给上级军委 战士们为国流血 不能再让他们为生活流泪 关于近开来的立功问题也要据理力争 同时严令宣传干事 绝不能拿凯华的死给我脸上贴金 第二天玉秀和梁大娘要启程了 吹石般紧锣密捕准备送行宴 军长特别嘱咐 要按中央慰问团的规格操办 晚上菜上了桌 但气氛近乎凝固 这注定不会是一场轻松的宴席 张萌生本想提一杯 但婆媳俩说从不喝酒 没一会儿雷军长赶到救场 梁大娘这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 雷军长的敬酒很有层次 他现在不是什么军长 而是烈士家属 咱这第一杯撒酒济阴节 告慰他们的在天之灵 接着梁大娘端起酒杯 三十多年前 在陈毅老总的 鲁中军区庆功会上喝过一次 这次再喝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下面的几句话震撼了在场的所有人 盛长 我想说句心里话 您请说 你是个军长 你把自己的孩子送到前线上 我哪怕就是看到了这一个 我总算是看到了 好啊 好啊 你们好啊 中国能兴旺啊 来 来 梁大娘的二儿子在文革运动中迫害致死 她对现实肯定有失望的一面 但看到雷军长的事迹 又重燃起对民族国家前途的希望 段宇国去厨房催巴斯香丘 饭吃的差不多了 梁大娘悄悄把赵萌生叫过来 拜托一件事 她从衣服夹层里拿出一瓦钱 下面的举动又让赵萌生崩溃了 三姓在队伍上欠了620块钱 我都带来了 这是550块 这是70块 这是他寄给俺的那个欠账单子 对了 听说那个 姓什么 对 那个姓刘的同志也牺牲了 那就把钱寄到他家去 人死账不能空 帮我办吧 大娘 不能了 玉秀嫂子 不能 就抚恤金 万万 就能用抚恤金还账 大娘 大娘 你不要管了 这个账 让我来还 就从我来还 五百五十块是梁三喜的阵王抚恤金 赵萌生一直刻意隐瞒欠账单的事 谁知三喜早已写信回家 战士们怎么劝梁大娘就是坚持还钱 只为人死账不空的朴素信念 赵萌生本想帮连长还债 减轻一点内心的负罪感 苦劝无果只能歪在椅子上追心痛哭 再联想到刚到连队时干的混蛋事 更觉得自残行贿 一旁的玉秀悄悄拿出三喜开战前的信 当时他就是当遗书写的 没想到一语成衬 上面满是对母亲和妻子的愧疚 并详细交代了欠账情况 末了还希望玉秀再嫁个好人家 我还有句话 你可一定要找着办 你还年轻 才二十四岁 我死后 遇上合适的人 你就 领成个家吧 咱娘是个明白人 那样 她欢喜 我在九泉之下 也就闭上眼睛了 李秀 我没有什么 没给你留下任何遗产 只有一件军大衣 没舍得穿 将来你结婚的时候 就作为你陪嫁的礼物吧 李秀 眼下孩子该是快满月了吧 你来信说 让我给孩子起个名 我想来想去 就叫盼盼吧 让你和孩子 都盼上个 好日子吧 最可爱的人民 才能孕育出最伟大的战士 高山下的烈士墓园 被鲜花环绕 玉秀带着盼盼 跪地撒泪 与三喜告别 电影起笔是山羽人 结尾也回到山羽人 形成完美的异象闭环 九连的战士们 集体目送二人乘车离去 山坡上 雷军长用军礼 致敬最可爱的人 同学们来告诉我 高山下的花环 是不是最牛逼的华语战争片 同意的在公屏上扣个一 这部电影的可贵之处 在于既弘扬了浩然正气 又没有回避矛盾与冲突 戏剧张力的本质 就是人与人的冲突 导演谢继 没有预设一个完美的人偶 而是把角色 当成了真实可感 有血有肉的人来塑造 说全员闪闪发光不为过 这其中体现在 唐老师扮演的赵萌生身上 他为什么一开始是个少爷兵 是来自从小的环境塑造 假设你我含着金汤池长大 大概率也会是那样 静惠帝能说出和不食肉迷 确实从未吃糠宴菜 赵萌生的成长 是那么的坚实可信 因为谢静给了他成长 所需要的典型环境 再看看近20年的主旋律创作 普遍问题是角色的成长空间太窄 往往沦为矮板的口号机器 这样的东西再正确 也没法打动观众 有人说谢静的直笔抹黑军人形象 这他妈纯属放屁 他终其一生都是个赤诚的爱国者 拉开作品的清单看一看 无不充满着对这片土地 和世代居于私的人民深沉的爱 我党领导的现代军队 是人类自有文明史以来最好的军队 这一点我没有丝毫的怀疑 但无论什么组织 都不是禁止的 不可能永远完美 他会时刻面临内部和外部的挑战 勇敢面对错误解决问题 才能从一个胜利走向另一个胜利 好了高山下的花环咱就聊到这 我只谈了自己的粗浅理解 要领略经典还是要看原片 如果绝胆做的还行 就转评赞随便给一个 赞联我也不介意 你的鼓励就是我更新的动力 比心 现在是调粉时间 关注电影队Top的微信公众号 会有更多精彩内容 多了视频节目 还会每周分享院线新片 海报壁纸 电影冷知识与经典家片推荐 还时不时荒江走板聊一聊音乐 不吐槽也不读舌 安静的看看电影 频频生活